花莲底检署成立东区毒品、诈欺财政中心、金举行接牌仪式 未来手机数位财政技术结合检方整理的犯罪资料库 将可破获更多犯罪集团 记者蔡以签摄影 分享 花莲底检署今年3月成立数位财政室 设置可还原手机内嫌犯犯罪记录的高阶电脑 当时曾表示,日后财政室将结合检方近年整理的毒品资料库 电信诈欺资料库,判破获更多犯罪集团 如今结合作业完成,金举行东区毒品、诈欺财政中心接牌仪式 花莲底检署主任检察官王一仁表示 检方将近10年花莲地区的毒品案、电信诈欺案件 整理成资料库 未来资料库就可与手机财政技术做比对 如比对毒贩电话、诈欺贩电话 将可查到更多贡犯 如贩毒集团、诈欺集团的上 下游车手花莲底检署检查事物 关林试员也重新介绍手机数位财政技术 它几乎可还原手机内大部分记录 包括LN1、VChat等通讯软体 以往数位财政事未成立前 花莲检方皆需将嫌犯手机送至北部调查 最久时间曾达两个月 今年开始 最快20分钟就有结果 检察总长江惠民说 随着科技进步 犯罪手法多元 检方办案设备更需精进 近年利用手机数位财政技术查其毒品犯罪 皆有不错效果 而花莲的检署的数位财政中心 为花冬首作 未来台东的犯罪案件 一并送往花莲调查 仪式完成后 花检也举行107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分区座谈会 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江惠民 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敏堂 花莲高分检署检察长张清云 花莲的检署检察长黄河村接出席 会前黄河村表示 花检目前已接获90件会选嫌疑案件 已起诉两件 因应犯罪方式不同 东区毒品 诈欺财政中心内还有空拍机 屏蔽带 财政包及抹除机等科技配备 记者蔡以签摄影 分享